伤了也不吭一声 我一会儿就告诉肖将军 让他来管你 楚楚 这件事千万别让我兄长知道 那你答应我 每天让我给你按时上药 按时服药 按时休息 不得用任何借口拒绝拖延 好 我答应你 在你回长安之前 一定得恢复好 不然回到长安 让你娘知道了 她得担心死了 一会儿 我得再去找爷爷 多拿些药膏 回长安那么远 得代够才行 楚楚 我们恐怕暂时 还不能回长安 不回长安 可是 我们不是已经查出 是李刺史四处铜钱的吗 怎么 还要抓别人啊 这伙铸钱之人 此前行动计划 如此精密周详 竟可瞒朝廷耳目五年之久 可见背后主谋之人 是何等的警慎 沉着 但今日 李章将我们引去铸钱之地 妄图将我们活埋于山洞的计划 却十分急躁 如此仓促的行事 可见我们李 事情的真相 已经很近了 很近了 可是李刺史不就是铸钱案的主谋吗 李章 不过也是没棋子 对那主使之人来说 他在山洞的计划 能够奏效固然是好 如若不能 他便是送来给我结案的替死鬼 王爷 以前这些话 你都是同景大人他们说的 今天怎么对我说了 从前觉得 这些朝廷纷争 阴谋鬼算 与你无关 也不想扰乱你这份单纯快乐的心性 可如今你已经卷入其中 就不得不对你讲了 我会好好学的 不是让你学 尽早把这些告诉我 是想让你心中多几分防备 就更多几分安全 这躲在背后搅弄前周风云的人 也快安耐不住了 可是李刺史这么大的官都不是主谋 那主谋到底会是谁呢 这李章真够祸害的 希望锦里早日把他抓斗 再也可以早日离开这破地方 一天到晚来来回回 就这么奇样东西 还是如归楼好吃啊 但这李章千坏万坏 对咱们来说还算是恩人一个 恩人 你没发现吗 楚楚跟王爷从山洞里出来以后 就完全不一样了 这说明他们肯定在山洞里 把该解决的问题都解决了 他俩没事 咱俩不就解脱了 这还不得感谢李章 言之有理 这样吧 等这个李章出来 还活着的话 第一顿 我请 算我一份 我请就是你请 咱俩什么关系啊 还分你我 咱俩什么关系啊 咱俩什么关系啊 咱俩 姐妹啊 王爷 王爷 吃过早饭了吗 要不要我让人天赋枉快 不用 我们王爷 楚楚喂饱了才会放出来 小王 王爷 我大哥回来了吗 我俩刚刚正说着呢 他要是再不回来 我打算进山看看 这个案子 算是走进死胡同了 这个李章要是活着还好 要是死了 咱在秦州要查到何时何日 才能回长安翻这旧案呢